那么佛给我们开这么多法门 49年辛辛苦苦说的这么多禁教 只有一个目的 无非是教导我们 找到一种方法 让你快快地回到一年去 众生根性不相同 爱好欲望不一样 所以佛就开了很多法门 你喜欢哪个法门都写 门门戒尘无上道 所以佛讲得很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在你自己选择 选择怎么会成功呢 一门深复 常识寻修就成功 你要同时学很多法门 那就坏了 搞砸了 搞乱了 那修行这个事情最忌讳的 最怕的就是个杂乱 一杂又乱 全盘完了 再好的心 再怎么努力 也是修一点人天佛报 欲了生死 断烦恼 一丝好 都不弃作用 你看 这都可惜了 那现在我们总算在世尊 四十九年所述的一切经教 找到了一个法门 现在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法门是南无阿弥陀佛 年轻的 哪些是年轻人 五十岁以前 年轻人 要好好的 学戒定会 老实念 五十岁以上 在中国人都叫老人了 来不及了 专念阿弥陀佛 弟子归感应片都不需要念 能行吗 能 能够把一句阿弥陀佛 把所有妄想习气都取而代之 你成功了 这叫什么 这叫道功戒 就是这一句佛号里面 就居足了戒定会三续 你不要再找麻烦了 就这一句佛号 圆满成就了你的戒定会 妙气了 什么是佛法 南无阿弥陀佛 这就是佛法 真能念圣年 圣年开悟了 五十岁到六十岁开悟了 开悟了 你还有寿命 你在教化众生 你在发心 讲经说法 不难 你什么经都会讲 到那个时候 你智慧开了 你大慈大悲 给一切众生 讲什么经 肯定你讲 无良受经 为什么呢 这个九千年 无良受是第一经 阿弥陀经是第一经 阿弥陀佛 这篇